嘻叉樂壇,熱鬧樂壇,真是熱鬧啦 有響樂團加上Han Jin,陳悟欣 先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Hello,Han Jin和響樂團 都想不到你們會一起玩一首歌 是呀,大家好,我們是Han Hang Han Hang 很難說啊,大哥 我們三尖 OK,三尖OK 這部樂團是否就是這樣? 這條路也很艱辛 不像歌手一樣 中了一首歌就好 容易上到一些榜 或者得到獎,然後賺到錢 你猜過做歌手很厲害嗎? 是呀,都不是 好像Han Jin出了碟一樣 都說沒時間宣傳 中樂樂團更辛苦 就是,所以是不是就是 將很多的辛酸 怎樣呢? 希望用到一首歌 都不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大家那個 重彈不同 你歌手就一個人什麼都做 但我們樂團可以 譬如我有壓力 我就跟他吵架 就輸事給我們 是呀,我可以把旁邊的屁股 發洩下去 所以都是除了 都算是 都會有我們自己 一直以來的心路歷程 就要下去了 我覺得很甜 整個歌詞 尤其是 其實有些灰灰的 可以看到 整個歌詞 一開始有一種 嘩嘩不得知的感覺 因為 真的用了很多時間 去不停地去嘗試不同的路 但是 誰知道每次嘗試到 去到一年之後 又發覺 撞了板 再來一次 再試過 尤其是一開始 Han Jin唱的兩句 多忍一年 恨請多忍一年 或者等多一年 好好等多一年 你會看到我成功 Han Jin在這首歌的角色和你們的分別是什麼 長老 哦 你說話你們聽 教導你們 真的是這樣 你自己唱的心態 其實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的角色是 橫日幕 他們起了一首歌 我對這首歌的反應 就是 你聽到我在這首歌裡面 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對他們這首歌的反應 最終就變成一個 結合性作品 派這首歌 都很漂亮 很有心 設計了一個 好像康樂棋 一樣 一盒 你知道現在這些康樂棋 已經買到難了 你們怎麼可以去找到 對 阿團長厲害 阿團長 我是旨程 我自己比較喜歡做設計 而今次的MV 無論是MV和歌曲裡面 都帶了我們人生的一生 經歷 一些辛酸的事情 我在MV用了一個比喻 用了一個飛行棋 做比喻 我自己覺得 其實首歌裡面 一格一格 三個月走的方法 都有很多數字上的前進 後退的形式 我覺得很像康樂棋 康樂棋 小時候 你摘色仔 你摘5 或者摘6 踩到那一格 其實可能因為前面倒退 水浸 你就要退後 去幾格 人生就不停 像這個輪迴 我就用了 找了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一個畫家 一個插畫師 就把我MV裡面 所有的場景 畫了 在一張紙裡面 形成現在這張康樂棋 的遊戲紙 裡面 全部都是我們的角色 全部都是MV裡面出現過的場景 加上棋 而我自己本身 我想香港人 大多數很喜歡 接觸雞蛋仔 沒理由 誰會不喜歡吃的 我覺得 一邊玩康樂棋 一邊吃 雞蛋仔 還要用雞皮紙袋 包著這東西 就非常有我個人 想表達出來給人看 我們做音樂 就好像做一副康樂棋 無論結果如何 我們都會繼續繼續走 亦都希望讓人感覺到 我們重新出發 和Henji很有心的一刻